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课新闻 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真金不怕火炼 使党法人强卖 上市贵二月营收 缴出同期历史新高的佳基 法人指出地缘政治风险 导致之前金融市场不稳 不过一旦等到相关危机解除的时候 自然会还给好股票一个公道 这边统计前两个月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 且近一周三大法人买超者 包括中刚 长荣行 华邦店 华航 宏基等共10党 尽管今年二月工作天数比较短 这些股票营收仍逆势成长 代表需求依旧强劲 对后市营运来说都是正面消息 市场认为当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消除后 这些公司营收 火力都有机会进一步再提升 因此投资人不妨多加留意 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参考 喜欢我的影片也帮我按个赞吧 大家晚安 咕咕咕咕奶